作為老公的張繼聰 昨天出席活動時 就被問到對老婆入圍有什麼感想 她就說希望今年可以套到她的光 牽著她的手 黑紅地毯 還說明當日不會禁止她 穿性的戰衣上陣 只因為當日是太太的大日子 就不會開聲 還說老婆漂亮怕什麼 就由得她穿 阿聰就說得對 女神阿K 樣靚 身材精 當然就有本錢性感 說到她最經典的性感照片 就必定是阿K 身穿旗袍 當中她擺出有人的姿勢 長腿曲線一覽無遺 當年上集一出 即時引起全網暴動 還被黏予人K 的稱號 近年她不時都為社交網分享性感靚想 當中一張照片 阿K 穿著Deep V 吊帶裙 質感若隱若現 還要為腰間開了兩個洞 進顯完美緊緻的腰線 既然今次老公張繼聰都開到綠燈 不知向來性感的阿K 當日走紅地毯時 會不會真空或路半球呢 挑戰一下性感極限 相信一眾網民都非常期待 林曉峰跟前妻康子妮在2020年離婚 結束18年婚姻 從此之後她一直未有傳出新戀情 但近日突然給好友謝天華大包她有新歡 試完幾位大灣仔就趁著新年在社交網開直播團拜 期間謝天華突然問林曉峰 近日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曉峰哥好像認識了新朋友 面對質問時 林曉峰表現得非常淡定 沒有否認這件事 而且大灑太極地說 最近認識了好多好朋友 謝天華來個直線抽擊就說 見到你臉紅粉飛飛都恭喜你 不過林曉峰依然悲淡 鏡頭另一邊幾位大灣仔繼續偷笑 兼食花生 林曉峰有新戀情的消息一出 即時引起不少網民紛紛留言 關心他的戀情 曉峰哥拍拖了嗎? 難道是? 相信過多一會就可能聽到好消息了